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地解放因而让旧金山街头满是人类排泄物 市民服务专线半年内就收到一万多通抱怨满地黄金的电话 为解决街道卫生问题旧金山组成另类守护者 专门在街上找寻需要清洁的人类排泄物 年薪加上福利将近十八万五千美元 和台币约五百五十七万元 砸重金抢救旧金山市容 十九世纪的滔金热到现代成了清早黄金热 但今天的街道清干净明天照样脏到让人崩溃 旧金山房价居高不下 流落街头的低收入户依旧存在 再怎么扫似乎只是治标不治本 三立新闻荣誉报道